中国的想法是唯恐天下不乱 最好这个战争乱成一锅州才好呢 比如说现在美国社会出现对立 这个已经达到了中国的目的了 中国还希望呢 在中东的几个派也分别对立 大家都乱成一团的时候呢 中国出面解决 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说有中国捣乱的话 这个中东的和平其实是很难达到的 很多巴格斯坦加沙走廊内部的惨状 都是通过抖音传出来的嘛 因为年轻人天天刷抖音嘛 看到这些消息以后 就觉得很痛心 觉得以色列很不应该 这一波的舆论操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后面帮忙的话 其实以色列对加沙封锁的是蛮严格的 这个很多东西是不会传出来 但是中国在有意的在搅局 其实中国呢有一些就失败 就是说以色列总统的儿子失去联系 总理的侄子战死 这些消息虽然没有得到确认 但是传到中国国内以后 大家就会想到 以色列确实是身先士卒嘛 愿意付出代价嘛 那么中国的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孙儿女 都是去美国留学的 没有听说去当兵的 如果中国发起比如在台湾海峡 或者在南海等地发生武力冲突的 那么送上战场都是农民的子弟嘛 那中国这些高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上战场的 只有韭菜回去被送死 我想中国的民众也会理解到中国和以色列的不同啊 这种批判的矛头有可能还会指向中国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没想到的效果 在抖音的这个信息的海洋里面 其实很多的是假的信息 很难被澄清嘛 因为太多了嘛 但是其中一些真实的出现的话 会引起一些人的思考 我想有头脑的人 会思考的人 他们慢慢冷静下来的话 会看到整个事情的脉络 知道以色列其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迫不得已在做这些事情的 其实很多大陆人看哈马斯的打法 就是人民战争 就是共产党那一套 要把那个人民什么人盾啊等等的 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我觉得哈马斯的做法 跟当年共产党的延安是一样的 通过宣传站嘛 把一个美国左派记者请过来 然后说国民党怎么不好 我们延安是怎么爱民如子 我们怎么民主 其实这套完全是演出来的嘛 但是说美国的左派就相信了嘛 然后就传到全世界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 就得到了全世界左派的同情和支持嘛 我想哈马斯这一套 应该是从中共学来的 而且他们在跟国军打仗的时候 经常把那个妇孺什么的 送到前线去当人海战术 我看到哈马斯就想到这个 不知道中国老百姓会怎么看 对 所以说我觉得谎言 一开始会被蒙骗 但是你不可能用谎言 去欺骗很多人很长时间的 谎言 中文字幕——YK